小户型装修最受欢迎的马赛克瓷砖大比拼 卡拉拉的这个食材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食材吧 但是确实也是 因为你看卡拉拉它是白色的 本身白色就是白搭 然后它可以跟黑色的啊 明黄色的啊 比较偏暗色性的食材啊 搭在一起都很漂亮 还是不用说有好多人 他就是喜欢纯白的一个洗手间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呢 卡拉拉拉又适合每一种的风格 不管你是青涩的啊 现代的啊 或是地中海洋法式 其实配卡拉拉都绝对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卡拉拉 卡拉拉的特朗玛塞克第一名 我觉得应该是当心无愧的 好那第二名是谁呢 好是这个 是不是很漂亮 这就是圆木纹的马赛克瓷砖 那为什么这个会变成第二名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的观念 相对家居的观念 是多少有时变化的 以前呢大家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什么抛光砖啊抛金砖啊 然后大理石打磨的亮亮的啊 可能大家都喜欢很亮的感觉 因为感觉很豪华 然后但是现在呢 大家慢慢的就会去选择 比较亚光的东西 比较清静自然的东西 因为呢 亮光的东西始终就是会 让人觉得不能完全放松 那亚光的东西呢 特别是木材的东西呢 就会让人感觉很放松 很温暖 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所以呢 就会可能家里面搭配木纹啊 或者是想做圆木 圆木色的家居的人 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墨马赛克呢就变得很好搭 你任何的小地方 想要去搭配地上的木纹也好 墙上的木纹也好 都可以选择我们的墨马赛克 那你看下墨马赛克呢 我们现在有色颜色 反正深色 然后适合现在风格的浅色 还有比较浅一点点的 这两个中间色系 其实呢就是会满足每一个人 对木纹的色彩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第二名 证明大家的眼光也是不错的 好 现在介绍第三名的名字 第三名就是 这一个 就是很漂亮 这个是 黄虎马赛克 你看跟前两个的感觉都不一样 第一个呢是比较偏实材的 比较稍好的感觉的 第二个呢是圆木的 就是比较黄灰真的感觉的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点破旧的感觉 因为现代人呢 他其实也懂得去欣赏一些 比较有历史痕迹 会给人产生联想的东西 所以黄虎类的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会给人这样子的感觉 比如说有点秀气般般的感觉啊 或上面有点 年代很久远的灰尘啊 这样子都会让整个家呢 怎么看 就是不会那么的崭新 而是有了一点点的味道 所以你看黄虎马赛克 它就是会承载了很多这样子的感觉 你看 像这些呢是有点做旧的纹路 然后像这个 就是比较配合食材的一些颜色 还有像这一款呢 它其实就是适合现代的工业风 水泥风 而且呢它又带上有一点秀气 有一点灰尘的这种感觉 就是让整个loss的感觉呢 就突出的更加明显 其实我自己个人 我也是很喜欢这种比较做旧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味道 好 那这三款呢 就是销售冠军前三名的款式啊 那你们觉得它们漂亮吗 如果你们自己装修的话 会不会用到它们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 拜拜